来自中国科技创新领域的专家日前是到访多伦多 聆听副市长以及负责科创事务的高级官员 就多伦多投资营商以及科技创新环境所作介绍 并与当地知名的创新企业进行面对面交流寻求合作 参加SCI北美科创加速营第二期的中国科技企业家 于9月16号参访了多伦多市政府 出席了市长早餐会 副市长Danzo Minan Wang 该市经济发展局和科创专家详细给来宾介绍了多伦多营商和科技创新的环境 以及科创移民计划 这次来的印象非常深刻 对整个的多伦多和加拿大的创业环境和科技创新的技术含量 我们的印象深刻 所以我们未来会继续通过我们中加来加深对这边的项目的了解和进一步的一些合作 多伦多在科技创新方面应该在全球走在前面 所以跟多伦多把科技跟深圳做一个桥梁结合起来还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参加多伦多市府这次活动的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科技官员表示 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和探讨有利于促进中加两国科技方面的合作 因为我们深圳的一批比较活跃的企业参与这个活动 我们未来应该说有利于形成一种多营的一种局势 当天下午科创企业家们还兴致勃勃地来到多伦多湖滨地区 参访了为民的谷歌全球第一个智慧城市 我们加拿大有非常好的科技创新的研发的资源 那么在中国有很好的投资的资源以及产业类的资源 那么如何能够把两边的优势资源进行对接 让创新的企业获得更多的投资能更快地成长起来 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和目的 其实家们当天还参访了多伦多大学 以及世界最大都市单体创新中心MARS 人工智能学院和强生生物医药实验室 凤凰卫视腾中勤 多伦多报道